好,接下來跟大家示範一下觸碰螢幕在使用上有沒有什麼非常方便的地方 那MateBook 1它本身是擁有2K的螢幕跟它的觸碰螢幕 那所以說它的畫面是非常精緻漂亮的 但有的時候呢,因為網頁的設計上有時候我們在看網頁 會發現說這網頁的字有時候會太小 這個東西會牽涉到說網頁的設計以及編排上的一些問題 這個時候我們很難去控制 那我們今天要放大縮小螢幕其實就非常方便 如果說我們今天覺得說這些字好像還蠻重要的 那我們想放大來看的話 這時候我們直接在螢幕上放大 而且可以隨時隨地調整你能放大螢幕的比例大小 這樣子在看字的時候其實就非常方便 而且你可以用手指慢慢的去移動 或者是覺得太大縮小一點點 然後調整到你想看的位置大小 那其實這樣操作是非常方便的 那如果覺得這樣子覺得太大 想繼續回到原來的大小 我們只要這樣縮小其實就可以了 那我們可以繼續往下看 比如說這邊是我在教大家 怎麼去排幾框的一些示範的一些例子 那下面的字有時候太小 這時候其實不用擔心 我就直接這樣放大 這樣字就變得大很多了 然後呢如果說覺得還是不夠大 繼續這邊放大 其實你會發現這樣子實際上字體 可以依照我們的那個 閱讀的舒適度去調整 其實這樣子操作方法 就跟我們手機上放大是一樣的 那其實我覺得這樣子的 在閱讀的方式是非常簡單 給大家參考 我們然是在這裏 我們在這裏 我們接下來 我們關心的 可以在這裡 這樣採塞 我們在這裏 我們在這裏 這邊 我們選擇